歡迎大家收看錄音廠檔 這個星期日很厲害 香港星期日的日後 有10場本地賽事 但晚上到校後的時間 有五場法國海船門大賽賽馬的賽事 轉播來香港 其實近年的海船門大賽 分了兩天舉行之後 各自有自己主題賽事 星期六晚已經有了 卡納大賽,但我們沒有播放 但是在海船門大賽正本戲當晚 我們很厲害,長長大賽 對,海船門大賽打頭陣之後 賽事都相當精彩 有幾行一級賽 不過我們時間所限 今集我們說其中兩場賽事 都是一級賽 主題賽事當然是法國海船門大賽 另外說一場短途 龍上教堂大賽 今年的海船門大賽賽馬 回到龍上舉行了 終於 大家都知道龍上馬場 直路又長,跑道又闊 出馬比較多 今年的法國海船門大賽 也不例外,出馬 雖然差一點才達到20匹 不過也有19匹 而且不乏甚麼就有新星出來 但是新星是蓋不蓋得住舊友的主角呢 我們來講甚麼呢 就是承傳寶 上街,我們都記得這些馬贏上來 他的姿態十分英俊 不是英俊 但是之後就因為受傷的關係 都休息了很久 到今年9月才復出 是否真的跑得回來呢 我自己看上次其實就覺得 引靜不算很多 上次那場是四隻馬跑的 但是頭段放得很慢而已 也可以先看看影片 那四隻馬 但是第二那隻也很厲害 是精型汪洋 其實在賽後 連馬斯、高士登也在訪問上說 他說多得有一隻精型汪洋 如果你說靠後面那兩隻 就完全是測線 成全補上來多少 有十個馬位都沒用 對,所以就因為有精型汪洋 就令到他覺得 我這隻馬真的正在回來 去到海船門 有機會可以回到最高級的情況 我們看看吧 戴圖,只是有一個近鏡看到 他就沒甚麼打下去 而且越放越遠 精型汪洋在我們 王家亞事谷賽期那時見過 下位錦標冠軍 之後跑英王錦標 去到暑假的時候 也不頑皮 也不頑皮 所以精型汪洋 他本身的份量 為甚麼可以測試到 原來成全補可以越贏越遠的話 應該狀態不十足也好 沒有九成狀態怎麼贏那麼遠 八、九成左右 不能給他十足 但隔了一段時間 跑海船門又怎樣呢 狀態這一點就要計算了 不過我也挺慶幸 因為看回這一場 裡面有幾隻受注視的馬 是他的排檔最好的 這個是最可取的地方 始終近年的海船門 不知道為甚麼 從整之後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說繞到出去大外搭 大外搭的那些是模擬下風 是的 我們在五月的時候 也報過法國二千堅尼大賽 當時已經回到龍上跑了 那個時候也是的 擺前一點 內檔比較好 而去到剛才九月的時候 福伊錦標賽馬那天 原來都是這樣的 濕濕地地都是要求內檔 暫時來說 可能新的裝修員 在陸上的賽道也好 原來擺前一點 走、內檔就好一點 本身成全補就是這類馬 兼甲上去年 他在上體贏的時候 又可以跟著 又可以鬥 加速是扔了去的 這些馬他真的很跑 重心就一定是他的 但是後起之獸來挑戰 都想著馬女 馬女很多朋友都會想 是否紅寶那場 不是 今天紅寶是沒有馬在跑的 是的 反而是有一隻 就是拿著幾個像樹冠軍在手的馬 也是一個同學歷香港 非常密切的馬 是的 還要疑似加日報名 給了12萬歐羅 最後階段才報名的誠意 一定是十足的 說的是那隻海刀名門 海刀名門 看看他在若克棍像樹大賽 其實你說這場賽事 就是他在砍連獎馬的賽事 因為若克像樹大賽 不是只有三歲痴馬跑的 連獎的痴馬都有的 有一陣風就過了 在開面 那他在外面衝上來的 馬女賽事 當然你說對手方面 就未必跟他可以拍得住 不是瘋狂觀 後面那些 不過如果你說若克棍像樹 三歲人連獎馬 近年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成全堡都是走遼路 是的 當年就是飛雪仙宗 是的 也是 而事實上來說 再加上之前在我有人像樹 其實你說你本就肯定是有根有據 是的 那究竟成全堡走完這條路 會不會海刀名門走遼路都可以 兩者之間的分別只差一長 因為去年成全堡贏 若克像樹之前 贏了英皇錦標 那就是海刀名門沒有 但問題就是沒有而已 不一定說他不行 那究竟兩匹馬現在呢 因為成全堡的狀態 可能我們有些懷疑之下 他剛剛當頭起 或者很接近也不一定 絕對是的 加上他那個快地的性能 也有證實 因為預算了 因為當天的場地也會偏發 是的 幕後也說 希望到時的場地就不要太軟 如果太軟 就可能會打少折扣 這一點也要留意一下 他後勁就很好 不過他又不一定說要墮到最後跑 看到時他會拿到甚麼位置 其他的參戰馬好像都比較熟口熟面 唯一有些… 我想剛剛我們轉播就不正 看到有些名字可能會比較新 福伊錦標那場過往 偶爾是海傳門大賽的指標 但近這兩年就比較頑皮 其實是的 今年又如何呢 出馬大家也熟過 其實有些是熟的 有一筆介紹一下 就是樹林之靈 他對過甚麼馬呢 卡帕里島 公心如份 凡星報 基本上如果你說這場跑得很差的馬 都不會在海傳門見面 但結果因為出馬不到 全數都入來了 六匹都入來了 他又重新對過一次 但如果你看這場馬 就只有樹林之靈比較有印象 其他跑二、三、四、五、六 其實高多分那一隊好像都沒有銳器 你譬如公心如份 你已經用了公心如份 公心如份就好像一定不夠敗 是的 不過如果你說就算數下來 樹林之靈是不是真的很確實呢 我覺得他是用一個銳字去說 但你說是否真的級數可以去到城全寶 我想看應該還差那麼遠 應該也差幾遠 而且他之前幾場都贏了 你會發現 你看看賽職的一路盡情 好像故意避開了對手去跑 其實是 他走一些比較傳統的路線 但我自己覺得整組複衣錦標 今年都沒有甚麼正面 可以 而且近年也不算太突出 這條方拉 如果寫之以外 還有哪些賽事值得看 其實英國聖列治錦標是可以的 很多馬都跑得好 都是三歲馬的賽事 雖然說是縮程 但其實我們也見過的 去年也是 跑完聖列治縮程 絕對沒有問題 一樣可以看 也試過 惡白人馬房 以往的佐治勳章 都是縮程跑海船門 都試過跑得好 想想這隻植物 今年你說開 又是他有的 食物園就是他們 其實你看看他贏的姿態 雖然說是跑290米 但其實回來是有加速的 而不是縫的 不是縫的 在賽事很多朋友罵 說大圖你跑那隻Lakida 就是後面粉紅色衣服的那隻 那隻馬女好像有點大意 沒理由先讓人離開 但你看到是兩個換馬位 你可以這樣贏 我也覺得說服力足夠 這隻馬跑葉三打比的時候 就不覺得他很厲害 但跑完打比那一場 原來進步都這麼緊 這個是不是就是緣分 因為之後他就贏巴黎大賽 然後在獲得卡禁標跑近 然後就是進攻這場聖列治 所以都說過了 巴黎大賽有的 我也不擔心跑2.4的能力 而且你現在已經不同了 聖列治大賽冠軍是兩回事 而且聖列治大賽冠軍 剛才才也說過 你縮程去跑海船門 一跑到長直路都挺好的 挺好用的 我挺喜歡他曾經試過來 法國跑的重點 是想好部署的 雖然說他贏 不是贏得很兇的馬 譬如說這次也會再對 那隻紐伯龍川 但是曾經試過在法國 已經跑得好過這一點 我已經覺得值得尊重 加上賽職上面 近四場有兩場一級賽 一場朱德望一場勝列治 始終在一個級數 也證明這隻馬是挺厲害的馬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組 似乎比起福伊錦彪那些 是否比較強一點 也有可能 面上是這樣算的 福伊錦彪我們說過 還有一條戰線來的 就是法國打比大賽 法國打比大賽 哪些馬去跑過 人類學、狩獵號國、路易金幣 那些都跑過 但是… 孫仔好像看完 好像混戰一場 今年我們… 即是沒有看法國的 沒有看 我們沒有直播到 但是你看到其實回到來 一如以往也是 一堆馬一起過的終點 還有當天地是稍微慢一點的 回到來後 中間白武那一匹 也騎得很緊要 騎得很緊要 看他的勢也不像是一隻很輕鬆的馬 你要記住 因為法國打比跑2100 接著就跑外人冠軍錦標 食塵 那是後面來的 前面兩隻就大家很熟 接著就拍不到他 石順尚武 紫衣是石順尚武 紅衣是馬斯路敲 兩隻都沒有跑 因為兩隻都… 一隻都退役了 石順尚武退役了 馬斯路敲2000比較好一點 人類學就… 已經拍不到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第一次跑海旋門就是跑里半 是 沒試過跑2400那麼長 到不到呢 也要想到這一點 其實我們近年都看到 法國打比 有些比他的馬好 進去都是… 好像八米堂那些 不是不行 但只有一個近 威脅就不太大 可能就是2100和2400之間的分別 除了一個主場之外 看來也沒有什麼優勢 是啊 但現在他發覺打比 我們跑上第一 他現在馬來上來 這個優勢也沒有了 好 看起來似乎不算 範圍很闊 排序上 兩位同不同意 成全寶三甲他應該做得到 我不反對 這隻都應該是… 如果沒有三甲 就挺意外 似乎因為他的對手也不太強 如果他有三甲的話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人就排出一隻 提升難度 對 總之不准提供成全球 沒錯 那隻就當作公家贏 先加到… 我選擇海刀名門 延遲報給他加入 不過像你所說 誠意可加 對 有誠意 還未見盡 如果我就肯定 剛才賺了很多 就是那隻植物園 我覺得在部署不是壞 是很早已經想定 但是既然真的來過贏的話 我也很相信他現在是提升了 不是葉森打比時候的植物園的話 我也覺得他會在 我也相信他已經不是了 因為那段時間之後 是兩場一級賽 他真的跑得這麼好 剩下來 似乎選的馬不多 我相信是選的二、三、四名馬 也是 福伊錦標那裡想一想 其實有兩匹跑得比較好 樹林之靈其中一匹 其實那匹直達巴黎 他都追得不錯 反而高多芬那隊 我有點擔心他的銳氣過一點 其實是的 因為我們曾經看到他用過 用完的 是的 這些就比較有一點點硬 比較之後 樹林之靈始終他的姿態輕鬆一點 還有最近是銳一點 希望他可以維持到那個表現 好了 那海旋門大賽 長途一點的途程的賽事 我們談完了 休息一會回來 聊龍上教堂大賽